军迷们可能都知道,航空母舰是大国海军的象征,能自主生产航空母舰,更是一个国家强大军工实力的表现。 二次世界大战后,英美党军事大国,在一些局部战场上能取得胜利,航空母舰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,美国派出八艘航空母舰封锁古巴,迫使赫鲁晓夫撤出导弹。 1982年马岛战争时,英国派出无敌号航空母舰封锁住马岛海峡,杜取制空圈和制海圈,切断了阿根廷大陆与马岛之间的联络,终于取胜。 1985年美国对绿币亚空袭时,派出三艘航空母舰,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,频频轰炸绿币亚收服。 1991年海湾战争时,美国派出九艘航空母舰,其中参战的有六艘,在战艇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这些事理说明航空母舰的威力是不可小看的。 但是,建造航空母舰,首先必须大量供应各种高质量和金结构钢板,而生产这些特厚、特宽、特杂、尺寸精度特高、板面部平度特效的钢板,必须有现代化高钢度、特宽厚钢板炸机。 建造一艘大型航空母舰,需要钢板品种规格繁多,一般钢种分传体版、装甲板以及各版三大类。 建造一艘7.5万吨级大型航空母舰,需用各种特殊品种后钢板4万多段,投资达35亿美元之多。 建造中期达13年之久,因此是一项特大的工程,而建设一太空航空母舰,用版的5000毫米以上,现代化特宽厚钢板炸机。 设备多位达7万多段,厂房面积达20万平方米,投资达60多亿元,建设期需要6年以上,也是一项很大的液晶工程。 一般飞机跑到了用结构钢板厚度为90毫米左右,要求不平度达5毫米每米以下,不然会引起飞机升降的质量下降。 而且版面越大越好,尽量减少汗缝,结构板要求高强度,减少钢板厚度,是船体重重量减轻。 美国用来制造航母飞行甲板的钢的屈服强度,一般在850M左右,如HY系列特种钢材,HY80的屈服强度,再就在800M左右。 HY80是使用逆格和加入炭制造合金钢。 在中国建造航母之前,很多国家的知识观察员都认为,中国生产不了建造航母所需要的钢材,特别是航母甲板跑到用钢,但在辽宁号航母改造完成,特别是自主建造的国产航母都已经临近服役的情况下。 中国能不能生产航母所需要的钢材的答案,就已经非常明显了,因为其他国家也不会出口航母用钢给中国,只能自主研发。 目前全球也仅四个国家能造这种钢材,分别是美国、英国、俄罗斯与中国,可能有的人就会疑惑了,法国也生产了戴高乐号航母甲,而它还是弹射型航母,为什么法国就不算了? 其实主要是因为法国的航母,用钢,与其航母使用的弹射器一样,都是直接从美国进口的。 据报道,目前中国海军航母所使用的钢材性能,不亚于美国的高强度和雷巴银钢,其在生产工艺方面也是分类似,其强化机制为板桥马式体数,征兆铁素体数及其宽度的细化,和原始奥式体精力的细化。 由于其工艺的特殊性,机性能也十分强大。 当航母舰在机起降时,高温与阶级机降落瞬间的压力都不会对甲板造成影响, 甚至当一架30吨飞机砸上去,航母甲板,都不会被破坏电载机降落失败,就是直接砸在甲板上的。 当然,虽然我国已经在航母钢材上,取得了很大的进步,先行钢材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,但我国仍然需要将先行高强度航母用钢的研究和开发,应该到重要的位置。 结合过内外航母用结构材料的研制与发展趋势,充分利用现代材料科学成就和冶金工业新技术,使整体质量水平在上一个台阶,满足未来海军装备使用需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